各位大現場我們今天邀請到了立委賴湘霖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 早安 所以委員我們來看到柯文哲在經過藍白的協商之後 他壓力很大 因為大家可能民眾黨內部都覺得 柯文哲你怎麼退讓這麼多 那昨天柯文哲在召開了一場視訊的會議 內部的會議的時候哭了 他就因為他想起支持者之前跟他說了一句話 說只要阿伯放棄那支持者就不會放棄 現在柯文哲反過來說 只要你們支持者不放棄 那柯文哲他也不會放棄 所以委員自己怎麼看待昨天柯文哲的這種痛苦 我想他是性情中人 特別又是跟我們的幹部啊 委員啊還有地方黨部的這些支持者視訊 他當然從過程中講了他為什麼做了這個決定 簽了這個條約 那到當下的時候 很多人當然也是覺得不能理解 甚至也不支持嘛 所以他必須要跟大家來對話 那同時我相信這些都是在基層一路 從520他宣示之後呢 一直在努力把他往總統參選人 甚至我們本來19號的宣示就是以他的總統參選為唯一的一個目標嘛 所以難免這個過程的失落 過程的擔憂 都在昨天會上了 集體爆發 所以不是只有主席自己哽咽 很多發言的委員啊 主任們 也都是語帶哽咽 都在擦眼淚 那我自己看了蠻感動 就是說一個黨四年多 然後阿伯八年多 很多是他八年前當要選市長的時候就跟著他的志工朋友 後來組黨之後也成為我們黨內的幹部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個地方上給他很強烈的支持之外 也有很重的一個就是說 阿伯有沒有自己在最後的關頭呢 沒有把守好 所以有一些聲音當然是對他的一些質問 但是都不脫是在肯定跟心疼他的狀況下 所以氣氛上雖然是就是有一點低沉 但最後大家還是說那這剩下的時間的吹票 顧電話都是最後的大家的共同的願望 對的確應該可以說從這一局 柯文哲也展現出了一種大局的觀念 因為他自己也特別認了說 如果再也真的不整合的話 那的確不會贏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一直在跑 可是怎麼好像沒有辦法去壓過國民黨 所以現在看起來應該說民眾黨的支持者 是不是應該更團結起來來挺柯文哲 畢竟民調也還沒有完全出爐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時候在講 是希望大家來吹票顧票 然後接到電話就是唯一支持柯侯沛 但明天的這個時間應該結論也出來了 所以我想全力支持阿伯的這個政治決定 就代表了我們也認同 他這次做出來不管叫做退讓 或是對小我的這個放下 都是看到大我跟看到我們台灣所處 現在的困境困局 第一個困境我相信還是大家對於台海穩定和平 這件事情來講呢 他可能以他自己或他認為國民黨侯市長 大家在理念上是相親的 但是這個跟我們作為台灣的主體性 我們國家自己的尊嚴 我們國家自己的地位 是沒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這個共識是前提 那如果說因為這樣 然後但是又有好幾組出來選 當然可能都選不上賴副總統他們 所以他一定是深思熟慮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核的決議 但是在過程中 大家看到那個六點的這個協議裡面 比較就是說不能接受就是說 在這個所謂正負的這個誤差範圍內 有猴科得一點 這件事大家一直在問他的 那他自己講的解釋是說 他之前七號到十幾號的民調 他看過好幾份 他的印象是他都是在前面 但是他沒有想到當時做的很多民調 並沒有猴科科猴 可能是單獨的科猴賴 或者是科猴賴鍋 所以他可能把這個意識沒有察覺好 所以他就答應了這個退讓的這個點數的部分 是這一點他說他要回來檢討 有點懊惱 他說心情不好是這個地方 對 那當然現在這個民調來看 柯正瑩好像有點想要說 不要納入完全是式化民調的 然後類似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我想這個三位民調專家已經出爐了 他們也會很慎重的來討論 從七號到十五號以前 這些民調的樣本 拿一些單位做的 值得我們納進來參採 或者是直接要認定可以拿來做這個評比 為什麼 因為各家民調做法不同 包括有一些是有式化 有些是純式化 有些是式化手機佔比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在樣本取樣的時候 大家專家一定會提出來討論的 一定要找出共同性的基礎 那哪一些分數才算 那第二個是有些純這個 就是說只有式化本身 樣本數也不夠 那我們知道像美麗島電子報 是做了已經七十幾波了 那在那個十幾天裡面也有好幾波 那這些每一波的做法的樣本數 誤差值都不同 然後取樣的對象年齡層分佈也不一樣 那這個值得放進來嗎 我自己也覺得說 這個就要請專家來很清楚的訂出標準 那標準要對外公佈 公佈完呢 你再把你算進來的這幾十份 大概是在哪些地方 符合大家的標準之後 才能夠記點跟公佈結果 那不然如果沒有把這個 規則 現在的決定規則提出來 到明天一樣可能這個 這個又是各種紛爭 甚至又開始質疑 然後又走回這個好像說 誠信的這個不公到原點 這個就是讓這個對手有機會 在見縫插針而已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該剔除的民調 就很清楚的講什麼原因就剔除掉 那因為這麼多份 那個做一份兩份這樣的不記錄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也不是什麼這個大家要爭執不休的地方 就是把規則講清楚啦 那當然藍白河了之後呢 其實賴清德也緊張啊 他昨天呢就來大宣 藍白河是兩個不對的人湊在一起 然後夫婦不會得正 他是不是忘記過去在總統初選的時候 他跟蔡英文也是這樣子廝殺成 還請蔡英文說那個網軍不要來攻擊他 這也是兩個不對的人湊在一起啊 賴清德現在好意思在那邊說柯喉 我想他昨天這個話說出來就表示他們緊張 而且他們擔心 真的現在雖然我們各自支持者 還是有一些情緒上的這個波動要去安撫 但是終究合起來的力量他已經感受到 那我相信包括很多的政治的人員 像我們這些參選人或什麼 我們也都很清楚知道柯的決定 是為台灣的大方向來這個促成 所以他們現在自己在這個執政的後半期 最後的這半年很多問題玄而未決 那你現在去批評人家什麼夫婦的 就當你自己都說你們的網軍不要攻擊你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有印象了 就表示你們自己要拿取權力的時候 廝殺成什麼樣子 最後你們怎麼合的 你們不是夫婦嗎 怎麼合到現在也是 就這樣的一個結果走過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 那副總統自己也是要想清楚 如果是為國家大爭 大家良性競爭互相的拿出政策 拿出這樣的一個清廉 那現在大家對執政黨最不滿的 就是清廉 就是貪腐 就是他們的很多高官 已經都自己自我腐化 那這時候你自己還好意思講 人家在為國家準備努力 用聯合政府來用人為財 然後把很多的城科問題 透過未來的這個政黨不惡鬥 來完成新的這個改革進程 你應該是覺得說這是一個政治風範 大家來互相學習 甚至互相就是說 那我提出比你更優質的 我也可以支持內閣制 我也可以支持聯合政府 你們有說過這樣的一個前瞻的 這個發言想法嗎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用一個比爛的方式 來看別人 這是最不好的心態 是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委員的保護時間 謝謝委員 好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這個侯柯還有柯侯 到底什麼時候呢 確認這個民調之後 預計是明天就能夠產出候選人 那當然呢 柯文哲的痛哭 大家也都覺得柯文哲 這一次是展現了一個大局觀 當然他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所以這一整個結果呢 雖然還沒有出來 但是柯文哲還是一再的呼籲 希望大家呢 能夠講出唯一支持柯文哲 那站在民眾黨的立場 當然還是希望呢 是以柯侯配為最優先的選項 以上是我們謝謝的各位最新 太陽星全校柯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柯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柯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柯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臨入推薦為 Inte 用水封炸 呀 呱